第三十题 甲乙柄三个木块在无摩擦力的水平桌面上 各自受相同的大小合力作用 进行直线运动 但作用的时间皆不相同 三个木块在合力作用期间的数率与时间关系如右图所示 则甲乙柄三木块这样的大小比甲比乙比柄为下列合者 我们设计图上面都有数字 那我们可以确确实实的把数字呢往里面带 求出所谓的加速度 然后带回去F等于M杯里面 然后可以看出来我们的质量的比值是有多少 但是也可以用想的 因为我们今天的受力是一样的 所以呢如果我们的质量越大 那我们的加速度就会越小 所以我们就比较加速度的大小 就可以知道我们的质量的大小 我们可以看到 乙的加速度变化呢是两格两格 比的加速度变化呢也是两格两格 也就是乙柄的加速度的大小是一样的 它只是方向上可能不一样 所以呢我们的乙柄的加速度一样 所以它的质量就会要一样 所以呢答案一定是A或者是B的其中一个 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呢乙跟甲跟你来看的话 我们知道VT图的直线代表加速度 直线越斜代表加速度越大 那么乙的直线呢比甲来的斜 所以乙就是乙的加速度呢是比较大 乙的加速度比较大 所以我们就知道呢它的质量要比较小 它们才会受力会一样 所以我们要挑一个乙的质量呢是 乙的质量呢是比较小的 甲的质量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们看到就只有是B 事实上呢就答案来看 我们只要能够知道乙的质量是比较小 甲的质量比较大就能够知道答案是B了 所以第三十题问我们说 则夹一比三分块大小的比 夹比一比比为下列合者 我们答案选的是B 2比1比1 2比1比2比1比3号